近日网传70岁的中国香港演员TVB 也就是无线电视总经理曾志伟 被查出入骨年北诈骗集团 已被警方带走调查的消息 一度冲上热搜 香港警方最新提谣称 消息不实假的 不过最近曾志伟健康状况很关注 曾志伟之前被报紧急住院 为此他通过TVB发表了公开的声明 回应身体状况 表示每年都会前往中国台湾进行身体检查 近期进行了支架手术 曾志伟才现身温拿乐队告别演唱 会没想到 却突然传出了住院开刀的消息 对此曾志伟的女儿曾宝一 透过经纪人表示 装了个支架 手术很顺利没事 谢谢关心 正在休假恢复中 那么曾宝一还透露过父亲有痛风事 首次发作是两个人在欧洲录节目的时候 当时曾志伟几乎全程都要做轮椅 不过他也提到 为了健康有在控制饮酒了 一位旅游达人 近日还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和曾志伟 曾志伟的合照 他证实曾志伟一周前来台北做手术 照片中呢 术后的曾志伟的气色是红润的 精神不错 合影中呢 露出了招牌的消息 曾志伟呢 同时表示自己会很快的恢复工作 请大家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